中共的軍機還有軍艦是頻頻逾越海峽中線 兩岸之間的緩衝區漸漸的消失了 學者分析說 中共有可能利用這一次的機會 推翻海峽中線的默契 步步逼近到林街區 也就是距離台灣陸地不到30公里的範圍 到時候呢 共機從林街區到台灣陸地 花不到一分鐘時間 大幅壓縮了我方的預警時間 愛國者三型防空飛彈 全天候雷達追接 共軍戰機艦艇 反制共軍國軍熟度曝光 防空飛彈監控控防狀況 因為連日來共軍頻頻越過海峽中線 兩岸緩衝區默契 恐怕瓦解 專家分析若兩軍交戰 將大幅壓縮我方預警時間 海峽中線只是個名稱 最早出自美軍依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單方面建議 此後就成了兩岸軍事行動默契 現在中共藉由裴洛西訪台 順勢擦掉海峽中線 他一個是在我們領海基線這一邊 他希望去突破 透過劃界就可以去表達給台灣說 我有可能會進來了 過去來講的話 中共他可能會想要的是 我們所稱的切香腸 逐步逐步慢慢逼近 他剛好利用這一次大演習的機會 一次把他全部給處理掉 未來會不會他在對付台灣的時候 就要直接去運用演習 美中台三邊溝通上的緩衝虛 也會跟著消失 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 兩個默契一旦斷了線 就怕誤判情勢查牆走火 國軍時刻監控 記者綜合報導 都說得不太好 我尊敬 記者綜合 我尊敬 我尊敬